这类题目呢,你就要看回最后的问题 由那里开始思考 最后的问题呢 它就说水果糖 是 薄荷糖 的几分之几 那水果叫F 是,那凡是后面那些呢 它的几分之几 这种问法呢 你就将它后面那个 就放一份没有 或者你F除M 你就会做到的了 那这一步写了之后呢,下一步是想 这个数量是多少 它有说呢 它总共120粒糖 水果糖是四分之一 那是四分之一 就是120的四分之一 那所以你就乘 而M这个呢 就是薄荷糖呢 要么你就说 它只有两种糖 不是水果就是薄荷 那它应该是一减四分之一 这样想 因为你总共是一堆糖 其中四分一是水果 那一减四分一就是薄荷 第一个想法 第二个想法 你可以先计这个 那因为这个是30 那总数就是120-30 都OK的 那你一定会计到是90的 那然后把它放进去就OK了 那就是30 然后这个90 那就是等于三分之一 那就是答案是这样 明白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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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